Hello, 歡迎大家收看金金貓模型頻道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這個頻道的社群 FB或Instagram 相信都知道接下來我會分享Bubbill高達系列 不過大家一定猜不到 第一集介紹的就是這個瑪格阿拉克 卡多諾少爺最忠誠的40人智慧部隊 我想說這個HG相比起五部高達珠角機 是更難在市面看見的 另外, 我知道資料收集才發現 原來BANDAI有在PB限定推出過整盒馬格阿拉克36機套裝 超級誇張 不同地方在於肩膀甲、武器、光速箭 以及對象機是有隻角的 獨立買都有的, 但都是PB 就是這兩款 而我買的這一盒應該都是通版 有沙漠高達站在高處作為背景的彩配 大約100元左右 這個應該是最普通裝備的馬格阿拉克 印象中20年前的Bubbill高達動畫 是沒有模型的 這次應該都是新推出的 給大家看一張日本模型展的圖片 是否很震撼 不知道有沒有師兄對這部機很有愛 會儲齊40款呢 馬格阿拉克很簡單 只有六塊板件 簡單介紹它的機體資料 大家都看到它的背色 很明顯作為沙漠地區用 不過只要強化了裝甲和配件 甚至連宇宙作戰都可以用得到 聖能和OES的量產機利歐差不多 但它們給我最深刻印象就是有一集 當卡多洛、迪奧和五菲一起回宇宙 他們互送少爺上太空船 但最後卡多洛要將沙漠高達自爆 離為太空船爭取升空的時間 那一幕沙漠高達是自動打開倉門 讓卡多洛離開 其實沙漠高達是否有自我意識 還是設計的博士一早寫了程式 躺藥一自爆就要被卡多洛逃生 官方沒有解釋過 沙漠高達自爆過後 就是這40人部隊 回收整部高達來維修 還要送上宇宙比卡多洛少爺 然後一起作戰 連修理高達都做得到 你可以說它們不厲害嗎 說了那麼久 衷心希望收看影片中的朋友 給我一個Like和留言 未訂閱的希望你會按個訂閱 未來我會製作不比如系列模型的機體 希望大家會支持我 試試這個模型的可動給大家看看 首先頭部 向左 向右的角度是有限的 因為身體甲有其他零件光擾 所以完全90度轉向是沒有可能的 除非你把頭部拉起來就可以了 不過就會比較難看 至於腰部360度轉動都沒有問題 但是提提大家珍惜玩具 我勸大家就不要這樣做 兩邊肩膀可以向前這樣 先把肩膀夾提起 手臂可以向上升90度 都可以做到握拳動作 波裝設計 這個HG 一定都有 至於腳部 真的最多可以向前提起這樣 只是這樣 這個位置就要小心 有時候會整隻腳跌下來 向後盡力最多角度是這樣 腳掌都可以向上或向下擺動 這個馬格阿勒克 除非你對北表高達很有愛 不是的話都應該是比較難換的機體之一 我自己認為如果純粹買回來襯托HG 沙漠高達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有師兄看到我這段影片 你又有買36G套裝的 同時又組裝了 不妨就把你的震撼照給我吧 我會在分享沙漠高達時 在影片分享你的收藏 如果不想錯過我未來的北表高達模型系列分享 記得幫忙訂閱和分享給有興趣的朋友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